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在这所谓的 这个国际观上面 他其实是领先台湾的 那再来就是气度心也是领先的 所以这三个部分是我们相对比较弱势 当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两岸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弱势 就是抗压性似乎都有在提升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给台湾的学生三点不漏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展现自己的优点 才能够去面对这个竞争 竞争不要害怕 你要展现的优点就可以了 第二个要学习对方的优点 能够从大家身上 能够表达能力啊 国际观或者是你的气度心的提升 自然就能够让你的竞争力再次提升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抗压性的部分来讲话 假如我们也能够提升上来的话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是不需要担心 面对中国大陆的竞争 好不担心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薪资 是比中国高2.6倍 那我就不晓得说台湾的企业界 我就很想问汪主任 因为你也MBA嘛 那如果说台湾的薪资是比中国的高 其实站在企业界 我可以用陆生啊 对不对 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很难用 或是说不应该只是从薪资的这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你可以付一个人十万块钱 如果他的贡献是一千万的话 那比你用一个五万块钱 他只能够贡献一百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例 而不是绝对的一个数字 尤其是说刚刚来丁也讲到超手 对这东西已经不是薪资能够来左右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台湾的学生还是有竞争力 我觉得是 不过我们在看 就是说台湾的就业市场越来越窄 那今天五一劳动节有很多的劳工上街头 一直抗议说我们贫穷啊派遣啊 这些让劳工非常的辛苦啊 那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的访谈的那个大学生 他也觉得他要先去中国卡位 因为看起来台湾的就业市场是越来越萎缩 所以杨教授杨老师我想问你啊 这个是学生的选择 因为他选择多了 所以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可能就跑到中国去了 你看到的是不是有倾斜 就是说路上来台的比较少 反而是台湾优秀的学生跑到中国去了 我想这个问题主持人提到的是很多人很关心的 那因为我们政府还没有正式开放 所以到底有没有倾斜啊 这个言之过早 现在大家都在推论 那反对党的人认为说一旦开放的话 那么大陆会产生此息效应 所以台湾会得不偿失 那么有一部分乐观的人 尤其是技职院校抱有很大的机会 他认为一开放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学生 有很大的吸引 特别是技砖院校 如果他们的这个专科生到台湾来念二技的话 对台湾现在的技砖院校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究竟将来正式开放以后 会不会产生倾斜 我们大家都在密切观察 那现在呢 各有议策 因为每一方反对的啦 赞成的啦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去做推论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说谁是谁非 是到现在为止的情况是这样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 中国就是非常有策略在抢人才 那这一点就让我们比较担忧 那我也很想请教家长 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 也读了要去麻省理工学院了 但是你自己也曾经在中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所以你在看两岸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这个陆生 就是中国一直在抢台湾的人才 以后台湾的人才会不会一直往中国去 是主持人 你讲的其实事实上 全球化的话 其实优秀的人才的话 是全世界都在抢 也就其实 因为我现在也是北云女中的家长会会长 所以我在北云女中的时候 其实在香港大学 他们招生的主任的话 也就亲自到北云女去 那甚至我也有跟新加坡的 就是华侨高中的校长 洪校长的话 也有深入的一个讨论过 其实发觉就全世界的人才 其实大家都在抢 也就是说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话 就是我女儿的话 刚好也很荣幸 有机会到麻省理工学院 MIT那边去念 其实美国也一样 提供高额的奖学金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事实上 就是说对于一些优秀的学生的话 他其实事实上也都在争取 所以其实事实上 一些人才的争取的话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所以中国大陆 其实他现在也是面临的 就是说很多香港 新加坡 也都是去抢中国大陆的一些 优秀的一些人才 所以他其实目前开放的 就是台湾顶标的这些学生 可以到中国大陆去 去念123所的这个大学的部分 可是其实事实上 我会觉得就是说 是他顶尖的大学 才会具有一个一定的竞争力 如果只是一边 比较普通的话 我相信是没有 因为以一个台湾的家长而言的话 当你的小孩如果要去中国大陆念的时候 你可能会考虑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卫生环境 中国大陆可能也是不如台湾 还有很多的一些 中国大陆 他的诚信方面的话 并没有说对于台湾 这么讲究我们 长久以来的教育的系统的话 我们对一些道德观或讲信用 在中国大陆 他们对于契约上面的遵守 还并没有像台湾这么的严谨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道德的观念 还有卫生的条件的话 其实在那方面并不吸引台湾的学生 可是在他的顶尖的学校的部分 当你有机会 以台湾这样子的 能够切入到整个崛起 中国是一个在崛起的一个 在全世界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当以现在学生 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的话 是一个机会 不过你刚刚特别提到 全世界都在抢人才 而且用高额的奖学金来抢 我们这边的北运女 因为你又是北运女的高中的会长 所以你看到的是说 有很多的学校 就是名校世界各国 可能要跟北运女 跟建宗台中益中的 然后提供奖学金 这个是真的有很多吗 是的没有错 像那个香港大学的 那个招生主任到北运女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有 当时的话 也有看到我女儿的一些成绩 其实他也提到是 会给全额的奖学金 到香港大学去念 那除了这个他也提出 会非常 你只要事实上成绩 就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不见得要用学策的成绩 你也可以用托福的成绩 那再加上你的在校成绩的话 他就可以马上申请了 而且是在学策 就是在学策之前 所以就是他希望 就是说在很早的阶段的话 就把优秀的学生就争取到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台生到登陆到四个管道 有夏朝就是联合会的代办 他们可以就是港澳台大陆大学的招生考试 这是夏朝主办的 然后另外可以凭台湾的学策成绩去真实 这是最近中国开放 顶标的学生 就是基策顶标 大概在前12%的学生 是有机会到凭着这个 就不用测验就可以去了 那也有部分的独立招生 还有参加大陆本地的高考 这么多的管道里面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如果他开放了这个顶标 高中的学生 现在他们就可以去念大学了 所以我不晓得翁主任你在看这个 据说我们真的是这样开始被磁吸效应 然后开始吸过去 这对台湾的竞争力会不会影响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想法 读书是一件事情 就业是一件事情 如果这些优秀的学生 能够到中国去读 接受一个很好的训练 而能够回来 或是说在世界任何地方 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贡献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所以我觉得重点我们所谓的人才 跟学习这个阶段 其实是应该分开来看 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 我们想问的是台湾的教育政策 是不是太慢了 所以杨老师你是看是不是太慢了 我们在争取人才上 我们真的策略太慢了 反而是别的国家来争取 我想主持人说的很对 刚刚几位来宾 我都非常同意他们的说法 基本上第一点人才它是国际流动的 你没有办法尤其是在高等教育 你没有办法让它停滞 你不管用什么政治的力量 人才它在国际上流动 这样的一个事实 它随时一直激烈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想尽办法 在争取人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强大 我想它把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集中到美国 绝对是一个 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实 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 我们是不是太慢 我觉得当然是太慢 那很多反对的人他们的担心 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应该要去体谅 去深思熟虑 因为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一定要 尤其是我们的政府 不管是哪一党执政 他要去评估怎么样子对我们国家最好 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子孙最好 我个人的浅见是认为 这个开放是势在必行 来